哈囉大家好我是懶貓 我們今天要來玩這款遊戲呢 是今天才剛出的這一個 剛知戀金術士 Full Middle Alcumaster Mobile 就是剛練的這一個手遊 很猛喔 還有新的自己的主題曲 這一款手遊呢 全日文語音 精彩的演繹 完整的劇情 附柯園之原味的經典回憶 知名聲優水素奈奈 空野真手現唱遊戲的這個主題曲 然後這個遊戲裡面呢 所有東西它是3D建模精緻的打鬥畫面 完全重現漫畫跟這一個 動畫的這一個畫面 我就講那麼多 不如我們直接開始玩了你就知道 OK我進到遊戲裡面 你們就知道這個遊戲是真的有料 它的玩法呢 是戰棋類的這一個玩法 所以在遊戲裡面呢 你會有自己的這一個角色 一開始他送你的時候 愛德華是輸出機動的這個類型 那阿羅夢斯的話是 防禦控制 然後以及其他的 你都可以在角色想起裡面 去看他的這一個能力 然後會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在冒險旅程的這一個部分呢 一開始了解生命的代價 到最經典的劇情 煉金速式的苦惱 到我們了解什麼 什麼是賢者之實 賢者之實到底是怎麼樣做的 以及人類的定義 到最後的最後 好都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會玩到 除了這一段故事劇情以外呢 它還會有外傳 用全新的視角去描述這個圓作中 沒有詳述的一些外傳的故事 比如說 哈伯克的女朋友到底是誰 等等之類的 好也給各位看一下這個遊戲 實際上玩起來已經它劇情的這一個感覺 得說這個遊戲的完成度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它有很多漫畫的名場面 都是用這個3D建模的方式 重新的秀出來 因為 我們就不比較其他遊戲了 我也不特別只說哪些遊戲 我只能說很多這種 動畫漫畫改編的遊戲 都會拿那個動畫的劇情的畫面 直接給你秀過那一段 但剛之煉金術士Mobile呢 就不是這樣子 它有好好的根據原作的這個劇情呢 用3D建模重現 重點是一些 你以往在漫畫上面看到的那些畫面啊 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都可以用3D模式 3D這個演繹的方式出現 在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遊戲裡面 它的一個基本的玩法 在遊戲裡面呢 我們會有不同的這個屬性 在左上角這邊可以看到 然後在玩法裡面呢 我們要有一些勝利的條件 行動開始以後呢 我們會有不同的角色 每個角色它會有不同的這個移動的這個 格數 我們都可以自己先在這邊 自己先模擬一下 就是我們到底要走到哪邊 當然你玩到後面以後 它一定也會有AUTO 這邊打開來以後呢 你都可以看到這一個場地的布局 你就可以發現 其實在外面呢 也是有敵人的 3D建模呢 非常的精緻 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細節都有 包含我們剛剛在談話的這裡 一點都不馬虎 如果在遊戲裡面 你沒有辦法一回合秒殺敵人的話 敵人是可以回頭攻擊你一下的 我看我這邊有辦法打死他嗎 沒有辦法打死他 你就可以看到 我這邊跟他對打 打22 66 我把他打退嘛 我這邊先試著 這邊 偷揍他 你看他就會偷揍我 旅館 羅賽 太猛了吧 羅賽 OK也有大招喔 這遊戲也有大招 每個角色大招都會有動畫 在遊戲裡面呢 它的劇情都會這樣這樣子 它都用報紙的方式去寫下來 它會有劇情的關卡 跟要作戰的關卡 有沒有看到我們關卡這個2-2的左下角 它會有一個播放 像這個就是劇情的關卡 OK 2連8炸彈 碰 抓去喔 我直接打穿他耶 炸彈我耶 狂丟炸彈耶 打穿 哈哈哈哈哈哈 主播沒看過鋼鍊 玩這個會被劇透嗎 玩這個 就等於你看鋼鍊啊 這個從頭開始演耶 這個還有劇透的問題嗎 玩這個 就等於你自己演鋼鍊啊 玩了以後再看鋼鍊 看完鋼鍊再來玩這個 對不對 這順序是完全沒問題的啊 都可以的 這劇情就是跟漫畫一模一樣啊 新手八天福利 最後還有SSR三選一 哎呦 登錄就有溫力 還可以補血 打敵人還可以全場補60% 自選SSR裝備 指定SR角色 握槽 開場送這麼兇喔 2800鑽 零石頭可以招一次 召喚 他都說零了 那肯定按啦 金色的好像是 蠻普通的對不對 騎骨 SSR必得 OK 2 5 8 金光金光 高級車車 哇開場就是必拿SSR耶 很舒服耶 羅斯 羅塞 阿爾蓬斯 巴魯特 切碎者 麥爾斯 諾克斯 愛德華 巴黎 來誰 背叛了伸縮 走之路的現金術師 哦 最強的男人 來了 伊修瓦爾 倖存者 斯卡 他T0 我記得他是T0的 他有一個那個 絕絕的紅眼 主動攻擊擊敗敵方後 可以再動一回合 他還有保底耶 180抽想換什麼就換什麼耶 怎麼樣 我們要不要再10抽啊 看一下金普利的死 3%機率然後1.2% 金普利的死吧 要輸入什麼 要輸入什麼 聊天室 666地獄的男人 6 6 6 OK 我666地獄的男人 按下去沒有你就600 OK 有人要600 加克力 再 再10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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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沒中就600 啊 我好悲啊 完蛋 前緣600 Jekpot貼的這些是什麼東西啊 優惠碼 歡 慶 開服 真理之門紅蓮之煉金術師燕金 太多了吧 清國第十七皇女 OK 你真是有多爛 後面那一句就很準 好猛喔 又可以10抽了 1113蠻好笑的 我要輸入113 加暴 加暴 一陣有料 來了 誰 怎麼 我要多吃一點 我不要統一吃啊 怎麼又是你啊 斯卡 我黑一個畫面 受不了了 管不住那隻手了 不是 我 我不能只抽到他一隻吧 來了 抽卡時間 必得 十連 既然都必得了 就要拼雙蛋黃了吧 雙蛋黃要輸入什麼才能夠雙蛋黃 九九六 九九六 電金術師工作到此 可以 來 九九六 坐在那邊戲 喔 幸會 這次該跟你說再見呢 喔 喔 虔斑拉斯多 哇 兩個T0耶 好舒服喔 我兩個T0了 還可以再死抽 165反詐騙 你说我输入反詐騙 他就会好好的 用正常机率给我 对对对 正常机率就是没有啊 最后10抽了各位 165爱德华的身高 完蛋 这个一定不会出 这个一定不会出金色好不好 这怎么可能会出 你臭人家 被骗了啦 你自己也想抽不然干嘛输入 Cheers 游戏内可以阻止他吗 把狗狗的20都没有剩下剧情了 你冷静点好不好啊 打开 二维 车 不要查阁 还是 先停在这边吧 再玩下去 好硬欸 想看遊戲裡的名場景會怎麼樣的重現 那你就自己下載自己玩 你就知道它會怎麼樣重現了對不對 一定會很舒服的我跟你說 好 鋼之煉金術室玩到這邊 告個段落 美美講今天吃了什麼 吃了可愛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吃了 明天再努力 蛤 那BOSSは何 BOSS現代 欸 BOSS天才 NICE NICE 天才 呼